别哭 别哭了 乖啊 不哭了 不哭了 阿姨 回来吧 阿姨 回来喽 乖 乖 乖 抱歉 好 好 好 哭得一样 阿姨 回来喽 哭了 我们不哭了 阿姨 回来喽 阿爹 我这马上升高中了 这学费还没有呢 乖 乖 不是阿爹不愿意让你读书 可咱们家那点钱 只够你弟弟嘛 再说了 你以后至早是要嫁人的 何必多此一举啊 你难道希望乖乖 一辈子待在山里吗 你不希望他有个好的虔诚啊 乖乖现在也能识字了 这难不成以后还要考大学啊 儿子是你的孩子 这女儿就不是你的孩子了 不是 这 这 这 不能这样说啊 你 你 你再抱着吧 乔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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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阿姨 你可让自己一个人站一会儿吧 不管你阿爹说了什么 阿姨是支持你上高中的 你要是真有那本人上大学 阿姨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是阿爹说 家里又有钱跟我交学费啊 学费的事你就别管了 阿姨就想办法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 你放心 你阿爹不让你读 阿姨让你读 站住 给我站住 走 走 求求爸 你干什么你 求求爸 你瞧 瞧 你也住要用钱啊 我给女人拿钱啊 这 真是 瞧瞧 这些钱你拿去读书 啊 阿爹 对不起阿音了 阿爹 也只能坐到这里 其实 阿爹一直都知道 亏待你了 阿爹 瞧 好好堵书 以后又出息了 我来把你弟弟也借下山 嗯 好 谢谢阿姨 我终于可以上学了 阿内 我可以堵书了 好好堵书 好好堵 阿内 沈睡哥 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好 阿姨 我 再见 咱们 我们要不要 我要给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要走 这还得走一会儿呢 没事 啊 是啊 听说我们往前走会看到海的 对啊 去看看去吧 咱们去试试看 书记没问题 走快到大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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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远呢 知道了 林老板说能住上大房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知道了 我家有的很大 知足吧 老哥 你家原来可是微房 这次山红一冲就没了 你院子是大 可得有什么用啊 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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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足了 挺足了 是用的啊 我家伙 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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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家伙 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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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奖壳 你过去奖壳 太із fix 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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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天晴 好 大力 好 小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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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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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陷队到海的时候 也跟他们一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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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有的是时间在看海 快 快走啦 走啦 那一九八八年 最热的那些天 遭遇特大山红袭击的 官方家村民 快点 快点 在党和政府 以及爱心人士的帮助下 五十多户受灾群众 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 奢民们 在陈老师和林老板的安排下 在海湾乡安顿了下来 从大山到大海 翻开了新的一页 这这个上面呢 小楼子 皇上什么事了 病人刚刚遭遇了车祸 已经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和心肺复苏 但是还是昏迷状态 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赶紧送手术室吧 快 林老板 这么大的村子 都是您的产业吗 有的是 有的不是 为了安置两百人 陈书记 连日让工程队抢修 原来这里可是破破烂烂的 啥都没有 林老板客气了 这是咱们乡政府分内的事 林老板 你已经帮大忙了 陈书记 你好 好 好 滕水啊 好 这个就是你们家了 好 来来来 您慢点 阿姨 真好 你喜欢就好 太好了 小心 滕水看一眼 还行吧 房子真是太大了 来来来 好 老嫂子 这房子还满意吗 太好了 这房子太敞亮了 还是两层楼 满意就好 满意 您坐啊 阿姨 老嫂子 你住得能满意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我呀 就住在这附近 你有任何事情 随时都可以找我 好 好 林老板 老板 洪水 你哥出事了 好 医生 情况怎么样 幸亏我们抢救及时 他的命算是保住了 谢谢医生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医生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他的腿受到二次挫伤 右腿差点保不住 以后怕是要落下残疾 医生他 他才二十六岁啊 如果他要是绝了 我们家天就塌下来了 医生 我瞧瞧您了 别瞧 别瞧 我大哥这个腿千万不能折啊 他不能瘸啊 你想想办法好不好 你一定要帮帮他 我一定会尽我的权利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求求您了 你一定要治好他好吗 好好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我一定会尽全力 何事 何事怎么办 今天大哥怎么办呢 怎么办 阿奈 听我说啊 没事 只要是病啊 肯定有得治 行了 您听我说 您看着我 这件事啊 一定不能让大哥知道 你干什么 我有事要跟大哥说 你有什么事真好 这个时候 大哥的情绪最需要保护了 嗯 别让他着急 好 好了 以后我跟德水呢 再去问问医生 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肯定有办法的 来 阿奈 来 阿奈 阿奈 嗯 好好劝劝他 嗯 嗯 好了 好 来 阿奈 安奈 没事 医生怎么说 没事 医生说 没事 就说你好好养着 就会好的 好多了 他就会被窃了 他就会被窃了 偷偷偷偷看 我听过了